所有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 我是影视听中心的研究策展组的处长木财 那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很古典的说话形式 叫做线上的选片指南 选片指南其实是非常多的影展 或者是电影放映的专题都会进行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洪洪老师 洪洪老师在场吗 有我在 好你在很黑暗的地方 OK 好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主要是请洪洪老师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影视听中心所策划的 动静光影云门的电影对话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四月云门的一个经典舞座 新船就要进行他的公演 那这个新船他是1978年首演的 那到现在也四十几年 那今年刚好也是云门创团的五十周年 所以应该是台湾 逸文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和一个纪念的年份 那电影中心呢 其实他的前身叫做最早的前身是电影资料馆 不对应该更早就是电影资料馆 它是1978年创立的 那后来变成电影资料馆 然后又变成电影国家电影中心 那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国家电影及世纪文化中心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新的场馆 在新庄的文艺录二号 所以线上的朋友没有来过的 可以趁这一次专题来体验一下 这个放映的电影院的各种设备 还有这个建筑物的外观效果等等 那云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就先来找我们说 2023年是50周年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要怎么跟一个不同领域的 艺术媒介一起合作呢 那后来当然知道 像云门的舞座都有非常专业的摄影 那据我理解早期的这些测拍 或者是表演的记录 其实像张兆棠老师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导演 或是导播的角色 那我就想说这些舞座 它通常以现场性为主 现场的表演 所以大家都会去剧院里看 可是看完之后 如果大家要重温 或者是说要看到更细致的 舞者的身体表演 好像也只能靠这个记录性的影像 所以就想说也许这些影像 在现代高科技高画质的记录下 透过电影院的播放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重温一些云门经典的舞座 那刚好是50周年 我们就跟云门先讨论了 我们可以从50周年里 每10年做一个缎带 那就选一个很重要的舞座来 做重新的放映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可能年轻的观众 也没有机会看到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一来介绍 那可是重点在于说 我们作为一个以电影为典藏 或研究的专业单位 那要怎么去回应表演艺术呢 怎么去回应舞座 所以就想到了 我们应该要找一个 比我们更了解的人 那这个人就是红红 那红红呢 有一天我就传讯息跟红红说 我们很想跟云门合作 那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 比较适合的切入点 那通常从 譬如说表演艺术的影音形式来说 很多人会提到一个类型 叫做Dance Film 就是舞蹈电影 那这些舞蹈电影 比较有名的像是 温德斯拍过那个Binna Bosch 3D的这种 就是以身体的律动 或者是一个 舞座作为一个影片 你最主要的主题 但这种 这个形式 这种选片的方式 好像也没有很特别 或者说这些 大家也并不会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种电影 跟舞座的对话 那我们就想说 我把这个idea都给红红 那红红在可能两个小时内 他就想出了他的片单 那我们想先放一个 这个影展的总预告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听红红来聊 他是怎么选片的 那我们先请放这个预告 因为我们先放这个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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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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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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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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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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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